嗨 大家好 我是阿丹 难得看到我今天没开车是不是 升哥开车呢 今天 我们现在呢 是要出发去花莲的路上了 去花莲的路上 然后这几天的话呢 我们大概有三天的时间是在花莲的 像明天我们的行程的话 就会去海洋公园去转一转 说实话 我来台湾这么久了 花莲的这个海洋公园我还没去过 所以说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一起去逛一逛 好了 那这一次的话就难得 升哥开车 然后我坐乘客 好 轻松的吃薯片 出发啦 现在在下大雨了 这样的话不会那么热 要不然说花莲40度 我的妈呀 我真的很怕 这边 这边天气就挺好的 我就喜欢这样远远的看着山就好了 不用登山 登山太累了 我们现在还没到雪碎 快到平凌园 快了 快进雪碎了 现在我们是在休息站 老公这叫啥休息站 苏澳 苏澳休息站 这休息站其实我们没来过几次 苏澳休息站 然后现在换手了 应该方向盘在我这里了 等一下就说我来开车了 然后 我觉得有个挺有趣的事 我得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 我也不记得那是哪年了 那年我们上班 我还上班的时候吧 老公 我就跟我老公讲说 我说老公老公 那个苏花改全面通车了 我说走 咱们上花莲 我傻傻的 我以为说 就是苏花改直接到 那个花莲市区呢 你知道吗 就隧道一出来 直接到花莲市区呢 然后呢 我就看到说通车了 我就跟我老公说通车了 走走走 然后其实呢 那个时候只通车一段路 然后呢 就算是全面通车 也并没有说 直接到花莲市区 所以说就是我想多了 然后这边天线在阴影的 不知道花莲那边 会不会下雨 那我就出发了 等一下苏花改这边的话呢 我就再请我老公 用这个固定机位 然后给大家拍一下 那我们就出发咯 我刚才过来了 一个小的隧道 200多公尺 那下一个隧道呢 前面呢 是不是那个 老公 对 那苏花拐其实是一段一段的 对 它现在已经全部接上了 接上了吗 这样算接上吗 通了吗 哦 你说那意思通了 那意思 之前是一段一段修 然后就是能先走一段 上回通一段 然后我就把你骗来了 哈哈哈哈 苏花公路改善计划 正式名称为台九县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 简称苏花改 苏花改是于2011年1月29号东宫 顺应民意安全回家的路的诉求 于2020年正式全线通车 全线分为三段 苏澳到东澳 南澳到和平 河中到大清水 过去从宜兰到花莲车程需要两个半小时 在苏花改通车之后 最快只要一个半小时 就可以从宜兰南澳到花莲了 尤其苏花改一路上有山海美景 非常值得大家安排一趟东部的放松之旅哦 这一段的话就是台九县 就原本没有苏花改的时候 我们也是走这条路 苏花公路 对不老公 嗯 我第一次来这个苏苏花莲的时候啊 就是走开的这条路 然后我们是晚上开的 就是我晚上开的 我都不知道旁边这么危险 还是会走一小小段啊 会 宝贝你可以往左边看 很漂亮 是海边了 太平洋啊 这边是 太平洋 对 太平洋 这边是 今天是星期天 所以说 从花莲回来的车很多 我们选择错峰出行 等一下有B车弯 我会让后面的车先过 这地方限速15啊 老公 所以他们就走过来 我就不好意思 我都开到三十楼 三四十了 我就怎么过来 不要因为我慢影响大家了 所以我就等一下 我拍呗 是什么 哦 四十四十 宝贝看看 宝贝看 左手边 哇 这个天空 太平洋这边的海跟那个 就是 那边的海 台湾海峡 不一样的颜色 因为我们这样的话 不是要经过清水 哎 这什么来着 清水断癌吗 对啊 好 那等一下 可能下午了 颜色没有那么漂亮了 嗯 那白天 就是要那个 上午中午的时候 回城的时候 看看 会不会很漂亮 这也是一段隧道 这个隧道的话 就应该是那个 最长的一段了 这个我刚才忘记看多少 多少公尺 这里面的限速一样是70公里 然后它就是单向道 我们到花莲了 第一站就是来吃 赖上寿司 不知道会不会有位子 我消毒一下 他家的人潮真的很多 记得之前来的时候 还要在门口排队呢 师傅就是在这边现场坐 不知道点什么 我看 生鱼片 老公 我们要来什么的 我一到这样 我就有选择困难 我的天哪 这也太多了 你看 这太多了 我刚才坐在这呢 沉浸在点菜的紧张气氛当中 说实话 我没有听到有人在跟我讲话 然后说我老公叫我沙丹 然后我才抬头一看 我老公就跟我示意 就是旁边有一位大哥 就在跟我讲话 说阿丹 来这边玩呢 我就说 对对对 就挺不好意思的 就是我当时没有注意到人家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 这位大哥 如果你有在看影片的话 就实在抱歉 然后我老公说 要不要让我过去跟你打个招呼 因为我看你们是一桌朋友 坐在一起 所以我也就没过去 这个没想到说 已经来到花莲 这么远的地方玩 还被人家认出来 就真的是觉得 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左三思右三思 然后点了这些 卖茶喝起来味道香香的 那什么鱼 鲑鱼吗 这碗是我老公的 有了 安嘞 安嘞 这一份是招牌握寿司 一份是300块 有7颗 然后这一个的话呢 是招牌综合生鱼片 和这一碗是380块 握寿司上面的生鱼片 老板给的也绝不手软 上面好大一片呢 我家还蛮喜欢这间寿司店的 所以啊 每次来到花莲 都必来打卡 肉片厚吗 好吃 谢谢 这个是招牌生鱼片盖饭 这虾看起来很新鲜 好吃吗 宝贝 入口即化 对不对 这个是鲑鱼生鱼片吗 它的口感吃起来Q弹 有嚼劲 我超级喜欢 鲑鱼生鱼片 大家都应该不陌生 它的油脂比较丰富 吃起来真的是入口即化呀 这样厚厚一片 真的一口就好满足啊 入口即化 这个盖饭给大家看有多夸张啊 我刚才拿下来瞎子 我以为说下面该是饭了吧 看 好吃那么多生鱼片 然后饭只有这样一点点 这边都是生鱼饭 这都是那个什么生鱼片 饭只有这样 我真的很夸张 这一碗是380块 超值吧 这个是茶碗蒸 看着平平无奇的 可是里面也蛮有料的 有虾仁 然后这个叫什么 蛤蜊吗 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对 这个还有这个了 这个茶碗蒸里都会有的 哇这这虾子有多那个什么 多新鲜 超级扎实 这一口下去 然后因为这个只有两只 我女儿吃了一只 我们两个一人一半 这样感情才不会散 出不及防的 撒了一把狗粮 开门朋友们 我们到了 就是这就是房间 然后这边是电视 这边是掉衣服的 像算是衣柜 卫生间 就这样 有窗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这个房间办好入住了 它这个是一个民宿 我之前来的话呢 就来住过 大概也两三年前了吧 就是桃园有疫情以后的话 我们家就比较少出来这样 想说 不要吓到别人 或者怎么样 所以说就很少出来 这一次的话呢 就是我们又来他家住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加过他的Line 直接打电话就好了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我为什么觉得说 很划算 很便宜 他们家的话呢 是1600 现在是暑假嘛 1600一晚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都有 申请那个国旅补助 一个人一晚可以补助1300 那么我们现在等于说 这一晚 这一个房间 只要300块台币就够了 是不是超值啊这样 我真的觉得超值 好了 那我们就看看电视 吹着冷气 我们就要休息了 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